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然后他们结为了夫妇 后来生下了张无忌 他们三人与谢迅一起在冰火岛上生活了十年之后 回到了中土 可是回到中土之后没多久 张翠山夫妇变双双股稳而死 因为五大门派的人齐上武当山 一起去逼问张翠山说出金毛石王谢迅的下路 但是张翠山夫妇都是很重情重义的人 谢迅是他们的医兄 他们宁愿自己死 也绝不会说出谢迅的下路 最终张翠山夫妇双双股稳而死 如此一来 似乎张翠山之死与谢迅有着莫大的关系 那么谢迅就是张翠山之死的罪魁祸首吗 不 罪魁祸首其实另有其人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其实 这个人就是武当七侠之首的宋远桥 为什么说宋远桥才是罪魁祸首呢 首先 宋远桥是武当派的大弟子 但是张三丰最喜欢的人 却是张翠山 也就是说 宋远桥是长 而张翠山是贤 那么张三丰要传位的话 到底是立长还是立贤呢 这个还真不好说的 宋远桥觉得张翠山威胁到他的地位了 所以 宋远桥带张翠山回去的时候 宋远桥是不太高兴的 当时武当七侠的殷离亭 陌生骨等人 都直接高兴地守武足道 殷离亭更是恨不得与张翠山 行影不离殷离亭对这位久别重逢的武师兄很是依恋 刚离开他一会 便又过来陪伴 可是宋远桥见了张翠山之后 只是 简单地回复了一句 武帝 你终于回来了 其实 早在十年之前 宋远桥就时常打压张翠山 当时 农门标局的都大警部送受伤的余代言 上午当山失利 张翠山把都大警署落了一顿 结果 宋远桥却说张翠山心胸很狭隘 关于此事 书中是这样说的 张翠山道 师父 这姓都的胡同透顶 张三丰摇了摇头 并不打话 宋远桥道 武帝 你怎的心胸这般狭窄 都总飙头千里奔波 为的是谁来 宋远桥贺道 武帝 对客人不得无礼 你累了半天 快去歇歇吧 张翠山听他这么一喝 不敢再作声了 通过书中原文 我们发现 当时张翠山数罗了兜大警之后 连张三丰都没说什么 可以说 宋远桥却仗着自己是大师哥 直接对张翠山贺道 当时张翠山直接为他喝的都不敢说话了 宋远桥这不是当众打压张翠山吗 宋远桥的这种小心思 日常里经常都有 的 对此 张三丰老前辈也是心知肚明 在张三丰九师大寿的时候 张三丰为了打压宋桥的气焰 他也当众损了宋远桥一把 当时张三丰说了一句话 很有意思 这句话是这样的 张三丰一摸长须 笑道 恩恩 我八十岁生日那天 你救了一个头颈寡妇的性命 那好得很啊 只是每隔十年才做一件好事 为免教天下人等得心教 五个弟子一起笑了起来 通过书中原文 我们发现这张三丰也挺有意思的 他特意把宋远桥救了一个寡妇 这件事拿出来说 想宋远桥也是堂堂武当派的大弟子 江湖中人都称他为宋大侠 平日里 他自然也是做了很多行侠仗义的事 可是张三丰却偏偏拿他救寡妇 这个事情来说 这不摆明了拿他开涮吗 当时武当七侠的武侠听了张三丰的话后 也是跟着起哄 全部都笑了起来 看来宋远桥这个大师哥在武当七侠中 并不是很得人心啊 在武大门派骑上武当的时候 宋远桥也做了一件事 可以说 间接性地要了张翠山的命 当时 陌生谷提议 用武当派的顶级武功阵法 真武七结阵 来对付武大门派的人 可是由于于戴炎因为早年身体受了重疮 全身瘫痪 不能出战 宋远桥说 找个人来替代于戴炎 其实原本六个人用真武七结阵 也已经可以发挥很大的威力了 可是 宋远桥偏偏要找一个人来替于戴炎 说是顾及兄弟情义 而且宋远桥还让阴速速出场 宋远桥道 其实我是兄弟六人联手 对付七个少林僧以操必胜之算 不过弟妹以三弟传人而上场 三弟必定心感安慰 张松熙等人 当时也附和大师哥的意思 希望阴速速出场 随后 宋远桥直接就让张翠山去叫阴速速 宋远桥道 五弟 你去请弟妹出来吧 后来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 阴速速去见了于戴炎 让于戴炎传授 他使用真武七结阵硬敌的柱 意识下 结果于戴炎发现了阴速速 就是害了他全身瘫痪的人 张翠山面对如此情况 很是为难 一边是自己的爱妻 一边是自己的兄弟 外面五大门派的人 还在逼迫他说出谢逊的下落 如此多重压力之下 张翠山到了进退尾谷的底部 最终他选择了自杀 因素素也随他而去 张翠山夫处就这么死掉了 在张翠山举肩自吻的时候 张三丰等人 都是有冲上去阻拦的举动 只不过距离比较远 没来得及而已 关于此事 书中是这样说的 张三丰及于连州 张松熙 因离亭四人齐声惊呼抢声 但听砰砰砰几声联响 六七人飞身摔出 军是张翠山深州的宾客 被张三丰师徒掌力震开 通过书中原文 我们发现张翠山死的时候 张三丰 于连州 张松熙 阴离亭这几人都冲上去就张翠山了 但是宋远乔却没有出手 宋远乔作为大师哥 他的武功也不弱 他面对张翠山自杀的 行行 他居然没啥反应 这不挺奇怪的吗 宋远乔当时内心怎么想的 实在是很难说 无论怎样讲 张翠山的死 宋远乔都是有着很大的嫌疑 宋远乔后来有一回 还险些把张无忌给害死了 当时 宋清初杀了陌生谷 宋远乔 于连州 张松熙 因离亭去查这件事 陌生谷临死之前 留下了八个字文护有遍 急需清理 宋远乔知道了这八个字后 他直接就怀疑张无忌了 当时他跟张松熙说这件事 张松熙也立马附和道 张无忌害死陌生谷的嫌疑 确实挺大的 关于此事 书中原文是这样的 只听着宋远乔忽然颤声道 四弟 我心中一直藏着一个遗痘 不便出口 若是没将出来 不免对不起咱们故事的五弟 张松熙缓缓地道 大哥是否担心 无忌会对七弟呼下毒手 宋远乔不答 看到了吧 宋远乔直接说是心中有疑虑 只是不愿意说 怕对不起张翠山 这不摆明了就是说张无忌吗 张松熙听了宋远乔的话后 立马会议 赶紧跟着大师哥的思路走 他直接把宋远乔想说的话 更加明确地说出来了 宋远乔的内心深处 摆明了 是希望张无忌是叛徒的 因为那样的话 张无忌就不会威胁到他儿子宋青书的地位了 就像当初张翠山死了 就威胁不到他的地位一样 当然最后 所有人都发现 宋青书才是叛徒 张无忌才洗脱了嫌疑 宋远乔之心 可谓是昭然若解 宋远乔如此对张无忌 张无忌心里却还把宋远乔想得很好 张无忌看不透 可是有人看得很透 谁啊 赵密嘛 有一回张无忌和赵密对话的时候 提到了宋远乔 当时两人有一番对话 是这样的 张无忌心想说不定会得如此 口中赤道 宋师伯他们都是名利君子 怎能胡乱怪人 赵密冷笑道 越是自以为是君子的 越会胡乱怪人 通过张无忌与赵密了这 番对话 我们发现 张无忌心中还把宋远乔当做一个很好的人来看待 但是赵密却看得很轻 赵密的意思就是说宋远乔这个人的君子形象是有待伤穴的 还是赵密聪明了 看人一看一个准 张翠山和张无忌都是老实人 宋远乔处处打压张翠山 张翠山之死的罪魁祸首很可能就是他 张翠山死后 张无忌又崛起了 宋远乔心中仍然希望能把张无忌也给做掉 无奈张无忌实力太强 又有赵密跟随左右 宋远乔在厉害 他依然不是赵密的对手啊 最终宋远乔还是没能搬到张无忌 他的儿子宋青叔当了叛徒 最后被张三丰亲手给毙了 宋远乔本人的掌门接班权也被剥夺了 宋远乔时刻算计别人 最后自己什么也没捞着 可以说是就由自选啊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